最主要其實這個工藝未必可以養活到我的 所以我就養活這個工藝 我的藝名叫林段三明 就是想從事這個積掌性微的廣彩業 我自己是一個廣彩師 學了這個工藝有八年 一開始是上磁場去白癡學藝 去找師傅希望他可以教我 當時也找其他朋友一起去 到最後繼續畫的就只有我一個 我也不太確定他會修我為徒 因為我也是三不四七地上去 後面皮地求他 我就會站在師傅後面 一站就是站成人去看 一隻碟有沒有到又是怎樣去做 怎樣的鋪排才是最漂亮 那個線條要很生動 要夠幼細 其實我師傅是一個很開明的人 他以為所有我喜歡畫的主要 我喜歡畫船啊 建築啊 或者是什麼飛機大炮都沒有所謂 但就要有傳統的standard的線條 那種生動在這裡 你畫得不好他不讓你燒緊 因為師傅是很嚴格 那個quality是要 build up 你畫什麼題材 可不可以畫 這個是很傳統的花圍圖案 你會看到有很多花啊 果啊 還有Canton Rosa 我自己就喜歡多些單色啊 或者是空間感多些的圖案 符合現代人的審美 2017年的時候 杜鋒先生他們有一個繪池藝術的展覽 我就創作了一個風的系列 它源自於聖殿裡面的一個對戀 道與上帝同在 風吹以絲而吹 每一個瓷碟就是風的一個不魂 其實是每一隻碟都用不到廣彩不同的技巧去展示 我的作品也都在飄雅湖大利那裡可以購買 工藝在香港其實是很長的歷史 它由青少開始有三百多年 香港也有九十幾一百年 如果它淹沒在這個現代城市裡面 其實是很可惜的 作為年輕的一代 我覺得是有責任去承傳自己的故事 例如我現在和你喝杯茶去聊天 在未來你會記得這個故事 或者我每次見身朋友都會用這個杯 其實這個載體是在食物、人和瓷器之間 就建立了一個相關 現在很多人會很關心這個行業 將來是怎樣去行 香港最需要的是一個展示工藝的空間 關於工藝的展覽可否再有多一點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把我心裡想的事情 就是日常有些零誤 就是畫在瓷器上 我也會繼續用瓷器去把我們香港的一些文化 特色記載在裡面 可能是五十年、一百年、二百年之後 人們再看回 可能知道以前有的地方是叫做香港的 是一個小鬼 是因為一個人沒可能 就是明零誤動畫 那它影片下昧如啦 你也是用關於你是天敡的